Hi 大家好 我身處於機場 但我不是去旅行而是去工作 公司委派了重大的任務給我去上海 出席保時捷全新的Panamera全球發佈會 現在就上機了 我們上海見 眨眼就來到上海 廠安排了一些活動給我們 參觀PEC 可以下Track 可以開很多不同的保持節 很期待 話說今天這裡真的很冷 只有6度 我相信一會兒去開幾圈之後 人家夠熱血就沒那麼熱了 適逢今年是保持節75週年 這裡也有很多75週年的裝飾 也挺有氣氛的 這部就是918 價值連成 我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 真是不忘喝飲食吃 看到這裡有個cafe 很想喝杯咖啡 很聰明 喝完咖啡 再去下Track 身後也有很多步驟 我想到公司現在這麼多人喜歡玩 只有一步是不夠的 陳先生 你應該要買一步才行 在體驗之前 我們就上課 聽書 聽教練講解一些安全的知識 現在我身軟的跳 因為要過有水的地方 會有些水柱 但不可以在水柱上面 它不是幫你洗底盆 它純粹是給你水玩 有些飄移的效果 好 來了來了 車會有點慢 好 收開右門滑行 再打一個方向 對 好 我一條方向不要左右晃得那麼多 它說不要太急 因為我要立即有救它的反應 所以我立即轉轉轉轉轉轉 其實我剛剛見Daniel 駕駛得那麼激烈 我也不敢駕駛太快 因為它是360度轉一圈 我真的要捱底 煞車 對 哇 轉了一個圈 剛剛見到車轉了一個圈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怕它撞了賣場 我立即是捱地 PSM耳關閉 它要我們關閉了PSM 就試一下它沒有救你的效果 是會怎樣 即是現在是會再難駕駛一點 哇 你看前面 哇 我貴心 獨波正在跳 到我了 因為我見到每個人都一定會360度轉一圈 嘔嘔地 非常不錯 很好 非常好 很好 很好 老四叔 我開心 這次發揮得非常好 非常好 開心 這邊調頭回來 成功 這位女士在整個小時候 表現的是非常好 老師說我老司機 好感動 有點想流眼淚 哈哈 這次是一個圈速的考驗 30秒內完成就真的超級厲害 因為有很多急彎 很多S彎 這次我負責坐 非常感動 哇 個咪都掉了 CBS 哇 哇 它都很滑下的 开的非常不错 哇 25秒 這次我駕到25秒 老師都說是OK的 反而剛才GT4 RS的位置未調好 我的手就扭不到 真是怪自己壞 刺激 我都覺得7-100m我駕駛多一點 現在這一刻是很熱血的 有沒有手震 不是手震 是整個人在震 我剛剛好像跟人車合一了 現在第三個環節就要戴頭盔落track 落不知道又會有甚麼考驗 我相信應該都很刺激 很可惜第三個環節是沒有時間給我刺激 我拍不到落track那一下 不過第四個環節就是駕駛泰坎去飄移 現在就到岸了 出去了 很難啊 快出去了 要保持住 不可以出去 快出去了 我覺得好像沒有甚麼感覺 始終是電車拿來玩的 飄移的感覺都是慢慢的 不算太大感覺 但要練習 我覺得飄移這件事是熟能生巧的 多點練習 但香港場地又不算多 而且是一個很消費的活動 但我相信有興趣的人都會願意花這個錢 或者過來這裡玩也可以 因為這裡其實可以給錢玩 四個環節已經結束了 這次想不到安排了這麼多高性能車給我們試 這次我還試到911 Carrera S 718 Bostar GTS GT4 RS Panamera Turbo S Taycan Turbo 真的沒有試過一天內可以開這麼多保持節 挑戰極端的路況 尤其是第一回合關了PSM的時候 模擬在冰面上開車的感覺 駕駛車的現態和考自己的舊車反應 挑戰自己的極限絕對是刺激和好玩 我覺得不夠厚 其實上海保持節中心是對外開放的 可以給錢進來玩的 有興趣就自己上官方網預約 好了 下午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是有一次很好的體驗 很好的經驗 真是今晚睡覺都會笑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今集的主角其實是 全新第三代的Panamera 一會兒就是法寶屋 在法寶屋之前跟大家說一些它的歷史 其實之前我們試它的第二代的時候 我們都有說過一下它的名字的由來是怎樣 今次跟大家溫故資深一下 話說以前墨西哥的一個內力賽 說明內力賽一定是時間長 路程有長 就由墨西哥去到北美洲 橫跨到北美洲之後 大概用了五年的時間 大家都說很累了 不如結束去算吧 保時節就在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場賽事 獲得冠軍 所以為了紀念這件事 就有Panamera這個名字出現了 在發布之前在門口也擺了一部 還未揭幕的 今天也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傳媒 希望有機會有時間可以親近地拍到Panamera 因為真的超級之多人啊 現場是很多人啊 第一代的Panamera是在上海發布 來到全新第三代了 相距14年同樣都是在上海做全球發布的地方 短震版、長震版、Sport Turismo 前前後後都出了二十幾個版本 如無意外 今代也是最後一代的汽油版Panamera 末代ICE 而今代沿用上代的MSB車架 車身尺碼幾乎沒有變 只是長了幾mm 終於有機會可以走過來車身拍一拍了 香港已經公布了有兩個版本換賣 包括Panamera和新後這一部Turbo E-Hybrid Turbo E-Hybrid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Logo會變成黑色 整部車整體感覺就是頭泵把 尾泵把不同了 還有頭燈也保留它的色力 是四盞燈的 有點像上一代 那個改變不算太大 車側的線條我覺得是突出了少少 整個感覺是肌肉化了少少 現在裏面很多人 我要準備排隊進去拍內籠 快點跟我過來吧 終於有機會進來車廂了 其實整個感覺都是有保留到Panamera的感覺 包括中控和波箱槽 延伸至後座的設計 亦都是保留到以前上代的感覺 而中控台也多了很多電子按鈕 左邊、右邊、中間的冷氣出風口位線頁 是不能用手動調校 一定要透過螢幕才能控制到 而左邊和右邊 現在是不能手動調校的了 都是 而原本放在中控台的波棍位 轉了在儀錶板的旁邊 轉波的時候 手就不用離太遠了 錯錯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但也是那句 適應和適應 而原本的波槓位 就變成無線充電位 中間全部都是跌跌化 亦是保留以前五圈的適力桌的感覺 附架位前面的儀錶板 多了一個10.9吋的電子屏幕 資訊娛樂系統 還可以看影片 不過這個屏幕 就是選擇的選擇 另外中控台門壁位 都變成鋼琴黑的面板 看上去是漂亮的 但是漂亮也有代價 變相有機會 會引到手指毛下去 唯有勤勤一點 中間這個儲物箱 官方就說 大了一點 比起以前 可以放些小雜物 裡面也有個煙插位 這裡兩個杯架位 好 其實前面的改變 現在就差不多了 我們去一去後座看看 至於後座 因為它是一部四門房跑車的關係 坐下去 雖然腳位不算有很龐大的空間 但是將椅子的剪裁 依然是很舒服的 波箱槽中間多了一個屏幕 而後座出風口位 和前面一樣 都不能用手動調教 要透過這個螢幕才能控制 而後座依然由充電插座 油背架位 和舒適的手枕位 這部就是Turbo E Hybrid 長震版 香港暫時還未有得開手 非常震版 香港就有得訂貨 這隻綠色實物體也挺好看的 剛剛也提到 暫時香港接受預訂的版本有 Panamera 和Panamera Turbo E Hybrid 兩個版本 而長震版之後 香港都會入 只不過代理說 不是今批 暫時未公佈何時 至於動力方面 Panamera版本有 2.9公升V6 Trin Turbo引擎 馬力輸出353匹 扭力500牛噸米 比起上代 就多了23匹 扭力也多了50牛噸米 0至100 5.1秒 極速可以去到272公里 而Turbo E Hybrid版本 就是4公升V8 Trin Turbo引擎 加上馬達總輸出680匹 930牛噸米 即是比起舊款 最頂級的Turbo SE Hybrid 少了20匹 但它的扭力就多了50牛噸米 而0至100 3.2秒 極速還可以去到315公里 而電池容量有25.9kWh 以WLTP計算 純電可以走到91公里 說了那麼久 售價又是多少呢 Panamera就由183萬8千元起 Turbo E Hybrid 就由376萬8千元起 現在已經接受預訂了 今次其中一件最大突破 是全新的PAR懸掛 選擇 廠還說大幅地提升了 舒適性和駕駛的表現 即是駕駛起來更加平穩 幾乎可以抵消路面的震動 至於是否這麼堅強 之後有機會試車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吧 今次我來到上海的任務 很快就結束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 記得CLS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我叫它很跑酵